剛上完大夜班 黃先生才回到收費員宿舍 要好好睡個覺 就看到這份高工局發來的解雇通知書 因為電子計程收費要全面上路 他們被預告12月30號就要失業 跟黃先生一樣 接到解雇通知書的一共有947人 雖然說當初進高工局的合約 就載明只做到電子收費上路 但合約也規定 可以選擇零5個月的補償金 或轉至遠通電收相關企業 目前有582人選擇轉至 但只有38個人已經有面試機會 而且即使去面試 還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接到面試通知去了 只有那個單位的主管跟他講說 我們人員已經補齊了 不好意思 眼看再過一個月就要失業 到現在還有五百多個人工作沒著落 收費債現在的氣氛相當低落 高工局也坦承轉至工作相當困難 因為總是有地域性的問題 有工作不適合的問題 有學歷的問題 很多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積極地來做媒合的動作 高工局表示目前遠通提出的職缺只有九百多個 要符合五百多人確實很困難 但會無限期繼續輔導這些收費員轉至 如果轉至之後六個月內覺得新工作不合適 也可以再改選擇零五個月的補償金 記者林中午郭俊麟 台北報導 好了